江湖浪 左沙红尘英雄锋芒 雪山远远有孤床 热热闹闹长乐房 年少不去要跳进 沉睡自顾又蚊帐 你说风浪显 落子长夜暗就像 少年有半叮叮大 大夏初诗未寻扬 一剑条风雪 一情生日长 岁月弹指风落花 沙河岛 长人人去无回望 天山天沙不冷场 沙河岑 天地伴随 英雄巢 河岑 蒙莽海外 传说有座狭野島 岛上赏善罚恶二十 每隔十年必到中原武林 向各大门派发放赏善罚恶恋 强要掌门人赴岛和辣子之道 拒结令者皆早屠路无一幸免 接令而去者要无音讯生死未卜 侠客岛之行已被视为死亡之旅 凡事我选拳令者 但有所求的必应之 雪山派是当时武林第一大门派 掌门人威德先生武功盖世得高望重 今年又逢十年之气 重门派人心惶惶谈令色变 江湖各派人马纷纷父王雪山派 甲介为威德先生贺寿之名 商讨应对又一次武林浩劫的良策 市场内埔mie 展三百东 战三百五 遗保 闻南宏顺飓局 新总交易获宜 擦散白饼 好身十枝 白药十销 五位标几 万总标投贺仪 玉璧五十队 金刚献 财饼 医毛衣服 五十剑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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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镇宁标局 白银两贴两 魏武标局 白银五百两 我爹那杯黑箭 乃是天山上落下的天铁 多少黄花大姑娘 都想往炉子里跳 王文人的媳妇也想往里跳 可是我爹不绕 知道为什么吗 为啥 因为他媳妇太丑了 我就要跟他踹出去了 太丑了 我娘那杯白箭 乃是千年不坏的雪山下 一块尖铁所住 真的假的 算了 一箭 王文人的宝贝就没了 真的 看下我们求饶双 敏大侠 你就饶过我吧 这箭太锋利了 随便一箭 宝贝没了 好 师叔 马上 师叔 来 加油 站好 jap 是叔 好 雪山派的剑法 拳脚 内力 轻功 打穴 天下第一 这些 都是我们的老祖师 威德先生白自在 天赋一柄创造出来的 你们但凡 能穴成个一分半分 也足以在江湖上扬名立万 你们看看这一天来祝寿的 长江上下 黄河南北 上百家镖局的总镖头 哪一个不是我们雪山派的弟子 哪一个 不是在江湖上 声名显赫 开宗立派的大英雄 大英雄 少林武当 有这样的气势吗 没有 能进的雪山派 已经是千挑万拳了 除了雪山派的功夫 其他都是邪术 你们只需 用起把威德先生的武功 学成个一分半分 就足以让你们受用一生 可是偏偏有的人不识好歹 见识了几天外人三脚猫的功夫 就在这里吹嘘 石中月 你给我出来 你刚才说 你爹和你娘的剑 是怎么练出来的 既然 你爹和你娘的剑那么厉害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你 出来 你就用 你爹和你娘教你的剑法 跟雪山派的功夫比比 看看到底谁更厉害 这就是 你爹和你娘教你的剑法 一 because 我 可以 丽丽 你看看那三角猫的工坊 还是咱们雪上派的厉害 你们看 这要是在江湖上过招 此刻他的命早已经没有了 李少侠 恭喜恭喜 风大哥 前帝 风大哥 弟妹 等你们好几天了 好 这边请 我交一下礼财 谢谢 来 离边请 风大哥 好 我想先去看看玉儿 玉儿他们正在洗舞 咱们先进去喝酒 走 走吧 什么悬俗双剑 黑白剑法 全都是邪术 就是夏三滥的工坊 也配跟我们雪山派迷失 天下的笑话 哈哈哈 哈哈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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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干什么 来人 干嘛抓我 干嘛抓你 咱们雪山派的规矩 你全都忘了 滥用江湖邪术 再加上残害同门师兄弟 把他押到柴房里去 让他好好清醒清醒 新王大 像你这样的 我爹一天杀几百个几千个 把他带走 你个王八蛋 新王大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这就是所谓名门正派的祖地 不但侮辱师尊 还敢辱骂师父 简直是出生不辱 都给我好好练功 来来来来 请歌 怎么还没有看到玉儿啊 我们今天是来住寿的 明天再看玉儿也无法 你无法 我可有法 欢迎 白兄 白少侠 白兄 白少侠 白少侠 欢迎 好 多谢大家 师兄 师夫人 白兄 大家光临 有事远迎 白兄 多年不见 风采更胜当年 师兄 我久在山上 比不得你们两个逍遥自在 这次你们来到山上 就多住几日 我们可以多喝两杯 还可以说说江湖上的新心事 师妹 这就是人称细寒西北 白万贱 久仰 久仰 白兄 幸会 幸会 我还给过你们好吃的呢 别废话呀 二位师兄 你们想想 师兄 咱们平常关系那么好 对不对 什么呀 你们听我说呀 二位师兄 二位师兄 白师兄 老爷子怎么现在还不出来 我们大家脖子都等酸了 我爹他 威德先生现在在后堂更衣 我相信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白师兄 你看看今天我们大家 那么多人来到这儿 除了白兽 还要见大事 想与老爷子商讨 这件大事马上就要叫您了 那我就 去看一眼 大家喝酒啊 喝酒啊 来来来 喝喝喝 来 喝喝喝 来 喝喝喝 来 请 又是一个十年了 现在这些江湖的小文派 来喝寿是假的 他们想让威德先生出头 对付侠客到上山伐鳄二世 我听说那两个人功夫厉害的下人 你觉得白自在能应付得了吗 二位师兄 再陪我呆虎呗 我说师弟啊 不是我们要整你 是那个老头子要整你 我们也没办法 你说你没事 你跟他做什么对啊 对吧 对 你跟他做对 他折腾我们 你是折腾来折腾去的 受苦的还不是你自己 是不是 你们两个 骂他的时候 可没见你们俩嘴软啊 还有 我爹娘每次拿来的东西 你们也没少吃 现在怎么着 不讲义气了 我怎么不讲义气了 干脆这样吧 你跟你爹娘学好功夫 揍他一顿 也替咱们出出这口恶气 对 你把功夫学好了 狠狠地揍他一顿 也替咱们出口气啊 就是 那是小爷没练好功夫 要不然打到他妈妈地找牙 我跟你说 走了 走了 走吧 你们出去帮我看看 我爹娘来没来 一个穿和一个穿白 很好认的 行行行 帮你看看 帮你看看 学校 阿秀啊 你知道吗 奶奶年轻的时候 在江湖上 只要一提 碧海青天剑 石小翠 那是大名鼎鼎的 奶奶 您说过了 那你知道 少林寺的庙地大师吗 知道啊 他呀 就是因为跟奶奶呀 求爱不成 结果一怒之下 顿入空门 忠诚一带高僧的 为什么呢 他很丑吗 才不能 凡是追求奶奶的人啊 不是非常非常帅 就是武功非常高 有一位要给我 写那个求爱书啊 他就把自己的手指头 切下来了一个 用血书写成了求爱信 哎呦 我一想 这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如果嫁给了他 他一生气 一吵架 他就切了个手指头 再一生气 再一吵架 他又切一个手指头 要不了多少年 十个手指头都没了 吓死我了 这种人可不能嫁 所以我就赶紧跑了 哦 原来少林寺 九指神僧庙地 就是这么得名的 对呀 那你知道 那个武当山的 鱼茶道长吗 当然知道了 鱼茶道长啊 他这个人啊 真的是最会说话了 而且甜言蜜语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奶奶真的喜欢上他了 结果发现 哦 我被骗了 他是个小道士 道士也可以还俗吗 那怎么行啊 他呀 为什么要当道士呢 是因为他的爹妈呀 得了重病 他在神仙面前许过愿 要一辈子伺候神仙 如果我要嫁给他 哦 那不就害了人家父母吗 这样的事情 奶奶是不能做的 结果我把他拒绝以后啊 哦 他可惨了 他大哭了一场 跑到武当山去了 忠诚一代高人 嗯 对对对 奶奶 这些您都说过好多遍了 还有没有新的 风大哥 哦 多喝几杯啊 师妹 哎 风大哥 这孩子练剑 也得有个时候吧 总不能让我们夫妇二人来一次 练剑一面都不行吧 弟妹 师妹 你先别着急 月儿练完剑 自然会过来 你们先喝酒 一会儿再说 我先告辞了 哎 哎 那我给你讲讲 我和你爷爷双剑闯华山 还有你爷爷独掌劈七雄的故事好吗 这个也说过了 也说过了 嗯 奶奶 嗯 我们去闯江湖吧 我们在这多没意思啊 嗯 在这真的是够闷 尤其是还要看着你爷爷那张黑脸 看着就让人受不了 嗯 不过你想想 看着他那张脸 我怎么跟他们说呀 奶奶 只许你年轻的时候去闯江湖 怎么到了我这儿 都不让下山呢 是啊 我现在都不知道江湖上 都有些什么年轻英雄了 嗯 最关键的就是 如果有一天你要嫁人的时候 把你嫁给谁都不知道 哦 说起这件事情了 你记住啊 如果你要嫁人 不能听你爷爷的 也不能听你爹的 嗯 奶奶 我不是说我 我是说你 您呢 应该到江湖上多走一走 看看江湖上还认不认识 碧海青天界石小翠 到时候你再迷出一个高僧啊 高道啊 那多好玩 是不是 这事啊 奶奶还真不是跟你吹牛 自从我嫁给你爷爷之后 江湖上一定没有什么第一美女了 哎呀 如果有时间的时候 真的应该带你去走走江湖 不过 不过 以后啊 你看上的人呢 一定要像你爷爷一样 不仅武功高强 人还要帅 还要经过奶奶同意才行 嗯 嗯 好了 好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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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时候才能去闯江湖 嗯 我要下山 我要下山 嗯 嗯 威德先生 好 阿弥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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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大仇 你们两个 想不想为为师做点事情啊 师父吩咐 一会儿你们两个偷偷到山上去 把锁敲开 把石中玉偷偷给我放出来 这 不用怕 有师父了 你们把他放出来之后 就大声喊说他逃跑了 然后带着石兄弟 把他好好给我揍一动 这 师父 这 这要是他 他说出来 是我们两个干的 那可怎么办 就是啊 马上就要在江湖上混了 就这点脑子 我不是说了吗 有师父在呢 我就说 你们两个一直在我身边 不就好了 明白 就是明白这整他 好好好 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 仗着自己爹娘是什么悬俗装剑 就要不扬威的 正好 趁他爹和他娘在 好好羞辱他一把 石中玉 你死定了 师兄 师兄 一师弟 二师弟 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找到了 很多人都在盯着 我们得马上动手 好 华师妹 在 你去把雪山派最好的弟子 都召集到一起 是 是 师兄 江湖上 敬祝烽火神龙 封万里 是大英雄好汉子 你跟清哥又有八百之交 我们才把玉儿放心的托付给你 他就算是犯了天大的错 你这不说话 到底什么意思啊 先帝 你和弟妹 也是一等一的剑客 让孩子学你们家传的武当剑法 也够他们一辈子受用 何必非要送到雪山派 你要是打算把他送来 就不要把你的本事教他 他带一头诗 本来就是忌讳 再有你们这样的爹娘 有些事情 我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讲 这孩子三四岁的时候身体不好 他娘又怕他不好养活 所以就教了他一些入门的剑法 实在是没有要跟雪山派比高低的意思 这孩子又爱说大话 又不懂规矩 我一定好好地教训他 方大哥 你别生气了 我们夫妻的剑法 怎么能跟威德先生比呢 我们夫妇若是不进入雪山派 难道不会自己教吗 孩子小不懂事 风大哥 你就不能多包涵一点吗 山上弟子多 要是没有一个人震住他们 小孩子们早就闹翻天了 加上大家都恭维师父的武功天下第一 被下面的人吹得久了 就真的变成天下第一了 把其他家门派的剑法都叫邪术 这也是怕孩子们剑以辞迁 乱学其他门派的武功 可是石中玉这孩子 有你们这种父母 你不让他说怕是也难 一来二去 就把师兄弟们全给得罪了 我帮他说话 他说有点为难 有点为难 有点为难 我说你们俩怎么才来啊 我们俩都帮你看了 你爹娘是不是一个穿着黑衣服 一个穿着白衣服 是是是 他们找我了 何止找你 到处在问你呢 我们俩和他商量 这个姓王的太不是东西了 他就是嫉妒你爹娘 江湖名声比他大 本事比他高 就造死了整你啊 就是啊 我看你啊 也别在这待了 再说 他也不会教你什么真本事的 我们呢 帮你把门撬开 你啊 偷偷的跟你爹娘逃了去吧 这能撬开吗 他们正喝酒呢 现在的正是时候 正是时候 你好 谢谢两位兄弟 魏德先生武功盖世 一定要出来替武林做主啊 是啊 是啊 威德先生 大家伙奉您为尊长 这次来就是到您这儿拿个主意 我们泰山派两任掌门 都被弄到侠客岛去喝喇叭粥了 我这威莫的功夫 能往哪儿跑啊 我一个人死 不怕 可再这样下去 泰山派 泰山派风云流散 祖师爷留下的基业 可就毁了 他们恒山派 空铜派 也都是这个意思 这侠客岛 这侠客岛 上山二室 他们的武功有多高 我不知道 现在大家推举我去挑战 我为了整个武林 面为其难 可是 我想问诸位一句 我的武功 比起少林寺的庙地 武当派的鱼茶 谁比较好 当然是威德先生 功夫更高了 威德先生 天下第一 小石头 快出来 多谢儿没事 行吧 你待会儿 你从这儿下去 我叫你爹娘 在山门处等着你 对 小石头 你看我们平时 拿了你不少好处 就是 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不像你家有钱有事的 以后我们上江湖 还得叫你照顾呢 是 都得靠着你呀 这放心 当我出了学生派 到了外面 有我 就有你们的 好兄弟 走 快去 都下边出去吧 快去吧 这现在没人 快去 快走 十中队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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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 十中队跑了 追 走 对付侠客到二室 这个事情 我们这几天 再慢慢研究 诸位 请到前厅去休息吧 告辞 爹 你让我找的那个人找到了 在哪里 在耗间集 卖烧饼的 消息确实可靠吗 听说 吴道通杀了好多人 才弄到手 各门各派都在找他 晚间 事不宜迟 越快越好 拿到玄田令 命令谢彦克 去对付张三离四 知道 爹 十中队 你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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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十中队 十中队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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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德先生 天下第一 这个丁不四 还送这种东西 休不休啊 白自在 白自在 不要摔我的鼓动 好 你喜欢摔就摔吧 反正是徒子徒孙送给我的 你看看怎么对我 你再看看你 整天跟那个什么 丁不四那个 老狐狸 每年写情诗给你 什么 大吉小麻将 莫救知上帝 提前经我梦 梦里心小翠 以后我见到他 肯定看破他的脑袋 看看你们捉的是什么鬼东西 你真的很无聊啊 这样的事你也背得下来 都几十年了 他还有这个耐心 给你写这些乱七八糟的诗 自己在江湖上 混得个狗一样 还有连在梦里 见到你啊 那人家讨了个逍遥自在啊 哪像你啊 整天自吹自雷的 什么威德先生 天下第一 简直是景地之蛙 天下第一是人家放我的 又不是我自己吹的 别这么说你是吧 那你现在 你有胆去大厅招待客人 向所有人敬一杯酒 说你威德先生是天下第一 什么侠客到的上山扎厄室啊 你一见出去全都清除了 对吧 到那个时候 谁是英雄 谁是狗熊 才知道了 你只希望我被收拾了 你好跟丁伍斯跑路 是不是 你 谁让你看我的信 石小翠我告诉你 就算死了 我要给你死在一起 我绝不遇起那个王八蛋 碰你半个指头 你 威德先生 这花瓶真的好值钱 还有信 给你 别过来 别过来 你们谁敢过来 石小翠 你还敢跑 原来是你们两个兔崽子 给我抓起来 是 别让跑了 抓住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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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 快点 站住 我小师妹 我马上出去 我不是故意的 我马上出去 石忠玉你好大的男子 竟敢跑到师妹房间 你想干什么 难不成你想强暴师妹吗 我没有 我不知道 你给我出去 你听我亲身 你冷静 你出去 我不是故意的 快进去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给我出去 石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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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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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卖 小师妹没事 出去 你们都出去 小师妹 对不起 你把衣服穿上 我不看了 这怎么办 石忠玉对不起 你打我干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发生什么事 师叔 石忠玉他跑到师妹房间 他要非礼师妹 他就在里面 好你个石忠玉 小师妹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不是 阿秀姑娘 你没事吧 石忠玉 没想到你用力跑出来 做出这种下流勾前之事 老文人 你个王八蛋别乱说 还说没有 你看 阿秀姑娘被你下山什么样了 来人 给我抓起来 是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还想跑 石忠玉 你代义从师 伤害同门师兄弟也就罢了 没想到你用尽跑出来 想侮辱祖师爷的孙女 这要传出去 以后雪山派还怎么在江湖上立足 还有 你爹娘旋速双剑 在江湖上怎么立足 他们都将背负你这个 阴贼儿子的罪名 我告诉你 老文人你放屁 算什么名门正派 在我看来 全是神仗 我告诉你 地下就是万丈神渊 跳下去你必死无疑 也好 你跳下去的话 你代义从师的罪名 伤害阿秀姑娘的罪名 还有你这个阴贼的罪名 都将一笔妖娶 你跳啊 你跳下去就解脱了 你跳啊 跳啊 别跳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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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山 跳啊 跳啊 你到底是跳啊 今天你们想玩 我就陪你们玩到底 今天我就从来跳下去 我死了以后 我爹我娘 一定会将你们这剑全都杀了 Only God 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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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我们去耗间集 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一个时辰之后 再大门结合 知道吗 是 师兄 走 师父 去吧 白兄 石兄 你们两位找我有事吗 进一步说话 好 白兄 我们夫妇已经来了一天了 到现在也没有见到儿子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还请白兄帮个帮让我们见一面吗 好 那就等我下身办完事 回来之后就安排你们见面 好吧 谢谢白兄 不用客气 白兄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需要我们夫妇助权吗 只要白兄吩咐 我们夫妇一定义不容辞 你们有没有听过 玄体令呢 玄体令 玄体令 帮政上 privilege 我们再建议 我们再建议 又要求你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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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兄 听说玄铁令是摩天牙居士 谢烟客的宝贝 凡是拿到玄铁令的人 都可以向他提出个要求 不管世上多难办的事情 他都能办到 世上真有此事吗 没错 玄铁令总共有三枚 两枚已经回到了谢烟客的手上 最后一枚 据说落到了金沟银笔吴道通手里面 我派去打探的弟子得到了消息 他现在就隐居在猴间级卖烧饼 所以我等要抢回玄铁令 去办一件大事 是为了对付侠客岛 赏晒罚恶二使 十年以来江湖上闻风色变 也不知道他们是人是鬼 这次各门各派纷纷来到雪山派 被家父诸授 其实是想家父能出手 去阻止侠客岛继续危害武林 能不能做到不好说 但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 我听闻这位谢老前辈的武功 绝对不在侠客岛的两位使者之下 对付侠客岛的两位使者之下 威德先生有多大把握 有把握也好 没把握也好 反正他们迟早都会找上门来 我们准备出发 你见过我娘没有 大概这么高 谁是你娘 不认识 你去那边喂一下吧 去去去 这么高 你见到我阿黄了吗 这么高 狗 没有没有没见过 赶紧走吧 别吓入我们家孩子 你叫发子 你见过我娘吗 这么高 快走快走 别带我做生意 狗 你叫发子 能不能 难道 我跟成全女朋友 队估 住啊 你先去 他 你 不是 你 你 好像 你 你想 可 你 驾 金刀寨在此办事 无关人等 速速离去 买烧饼的 站住 大爷 您要烧饼了 一文钱一个 伍道通 你就别再装了 大爷 您认错人了 一文钱一个 伍道通 你就别再装了 大爷 您认错人了 我王老汉就是一个卖烧饼的 认错人了 伍道通 你躲得了一年半载 可你躲不了一世 你姓吴的也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 把东西交出来吧 你居然砍我吴某人 还敢在此尝世 我看你好大的胆 你居然你是杀人 你居然是杀人 那 你居然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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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革 啊 好 啊 啊 撤火口 给我进去搜 是 报告 什么也没有 报告 什么也没有 走 搜 驾 驾 我不是故意进来的 我是被他们害的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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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娘 喂 喂 大宝宝 大宝宝 你死了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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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我的手冰 挨我手冰 通往 挨我的手冰 通往 挨我的手冰 别 你 别 老伯伯,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我还给你。 你败坏了我们白家的门风,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你让我有什么脸再去面对江湖,我要是你,就跳崖算了,一了百了。 我死了以后,我爹,我娘,一剑一剑,把你们全杀了。 我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 我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 那继续物很庉慮,我死了以后。 你 驾 尸体还是热的 应该走得不远 清哥 你看 是金刀寨的人干的 金刀寨的人得手了 追 白自在 你发什么疯 你看你的好徒弟 败坏门风 你看你的好孙女 你叫我以后怎么面对江湖 你的徒弟败坏门风 你这个做掌门的 罪责第一 关我孙女什么事 他们说 他被那小子 如果这个事情传出去的话 说我白自在 连自己的孙女都保不住 让人笑掉大牙 好 就算你小子辱了阿秀 你应该去问阿秀本人 你怎么听信外人的 去骂自己的亲孙女 我死是小 世界是大 若他真的 他还活在这个世上 简直是 简直是什么 这种王八蛋的事情 你是这些男人干的 关我阿秀什么事 你竟然让阿秀去自尽 我不跟你说了 好 你们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现在看出来了 白自在 你为了自己的名声 让自己的孙女 去跳崖自尽 你 我算是看清楚 你是什么人了 我是什么人 我是天下武功第一 内功第一 暗器亲功全角 样样第一的 为得献下白自在 白自在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刚刚知道 你有这么多的天下第一 别人说说也就罢了 你还真的当真了 什么天下第一 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都是你这个天下第一 远出来的祸 看看你这雪山派 现在上上下下 你的徒子徒孙们 个个都成了马屁精 什么是天下第一 我看压根就是自私自裂 自吹自雷 不可一世的狗屁天下第一 你给我闭嘴 白自在 你敢对我动手 动你怎么样 你再动一下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翠 闭嘴 小翠是你叫的吗 我可配不上 天下第一 白自在威德先生 牛来了 我告诉你 如果这辈子 我打不赢你 我就再也不来宁萧城了 你去哪里 你站住 你去找丁布瑟是不是 是 是 丁布瑟也比你强一百倍 我就是去找他 驾 麹 Bing 我跟他们的安袋主 还有点儿交情 不如就让我先去打探一下 好 那有劳了 驾 什么人 赌兀 もう那天 先生 把チ pagan 请问安寨主在吗 哪位朋友在这里 原来是江南玄宿庄 石庄主夫妇 大驾光临的 师兄 这位就是金刀寨的二寨主 周牧 不敢不敢 久仰久仰 当年松山相会 我跟安寨主还有一面之交 只是今天前来 有个不情之情 请周兄多多包涵 师兄请讲 只要是我周某人能办得到的 自然是竭尽所能 但若是我们金刀寨的事情 在下直尾低微 错不得主啊 那跟贵债毫无关系 我今天前来 只是想打听一个人 此人姓吴 名道通 听说他今年 打扮成一个老头 隐居在侯间级 不知道周兄 可曾有他的消息 说来也巧啊 我们倒是帮贤夫妇一点忙 原来这吴道通得罪了贤夫妇 我们金刀寨把他给杀了 得罪到谭木杀 我只是想问 他身上带的玄铁令 在何处 先夫妇真是消息灵通啊 不瞒你们说 我带这些兄弟过来 也是为了玄铁令 不知道哪个狗杂中散的消息啊 我们把吴道通给杀了 玄铁令也没找着 这不回去我们安寨主 还要致在下 这办事不立之罪啊 那这可麻烦了 现在江湖上谣言满天飞 倘若以为 玄铁令是在金刀寨手上 都向你们打主意 那岂不是冤枉吗 在下可以帮周兄做一个见证 好啊 好是好 可是在下要确认 周兄身上 是不是真的没有玄铁令 得罪了 给我上 你怎么知道东西在我身上 我当然知道 安寨主人那么精明 你连我也瞒不过 怎么能瞒住他 战主 战主 大哥 他们 原来是赫赫有名的黑白双剑 安寨主 近来可好 好什么好啊 石庄主 你手里那个东西 是我们早就发现的 你可是明门正派呀 别因为这个 毁了你在江湖的威信 安寨主 我只是想着为周兄做个见证而已 既然是这样 小弟刚才鲁莽 多有得罪 这东西 还会给你 告辞 我送 来 我送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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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跟祖师爷说 阿修小姐跳崖了 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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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什么事 阿修小姐 跳崖了 阿修小姐 跳崖了 祖师爷 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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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 麻烦你把吴道通那儿再搜一下 我们给你掠针 没有 没有 司徒帮主 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就别那么固执了 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被害时 我司徒恒 认灾了 今天 你们都给我死在这儿吧 你们都中了我的大阴阳手 都封了七经八脉 能十二个时辰站起来 你们都算好汉 别痴情妄想了 跟我一块死吧 哈哈哈哈 去 阴草地府的路上 说说笑笑 也挺热闹的嘛 哈哈哈哈 还有 陈堂主 李堂主二位 司徒恒 你看 老狐狸 你还有脸当帮主 都算了 今天一起上路 要把你打的 让你做不了人 也做不成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到了哪儿 有阎王老子管 我做的坏事 没有你们三个都 哭爹喊娘的 还不知道是谁呢 你 陈堂主 他是想扰乱你运气疗伤 你不要被他骗了 找不到玄铁令 玉儿要受罪了 我们也尽力帮忙了 相信他们也不会为难一个孩子 雪山派这帮大侠 想要玄铁令 又不肯脏了手 师妹 算了 都不肯脏了 不肯脏了 都是为了孩子 司徒帮主 陈堂主刚才跟你说话不恭敬 带我回去罚他 您既然不怕死 就何必逃走呢 去侠客岛 也是明年落叭的事了 前不见难为一死 帮主既然看破了这一关 那就跟属下回去吧 贝大夫 如果他死在这儿 那侠客使者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 司徒帮助功夫高深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 他的内伤就修复了 到时候 死的就是你我了 这个孩子跟咱们家孩子差不多年纪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孩子 你怎么躲在这儿 你娘亲呢 我 我娘不见了 孩子 来 拿着 不要 拿着 不要 不要 对了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狗杂主 傻孩子 白兄 找不到 小兄弟 你醒了 你是从哪里掉下来的 你是从哪里掉下来的 你们是什么人 小兄弟 你身后这位司徒帮助作恶多端 还有一个多时辰 他的内伤就修复了 到时候 大家都会被他杀了 你帮帮忙 一剑 捅死他 捅死他 我干嘛捅死他 我跟他无缘无仇的 小兄弟 长江上下 常乐帮三万弟子都愿意奉少侠为帮主 只有一个人 不愿意 谁不愿意啊 就是你身后的司徒衡老帮主 大哥 大哥 他们在搜吴道通的铺子 搜到什么没有 我们昨天就搜过 什么都没有 这些人是无力不起走 走 看看去 走 你想跑啊 你跑不掉的 下面是悬崖呀 杀人的事我可不干啊 要不然这样 我们做你还一半 我救你不救他 这帮主我不当了 你帮我去下山 怎么样 这样也行 这样也行 两位堂主 我等发个毒誓 是 这位小英雄救了我们 生生死死 都是我们的大恩人 但要吩咐生生世世 都不会中板下眉头 小兄弟 我等今日有半句话 半句谎话 我死无葬山之地 等下 鞍寨主 你出来吧 鞍寨主 什么都没搜到 那就有劳兄弟了 告辞 告辞 走 俺寨主 把刀放下 别伤了孩子 小兄弟 把你手上的东西 给我看看 可不可以 师兄 那个东西 是我先发现的 小兄弟 交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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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我跟你说 你就杀了我这个东西 你也拿不走 有本事咱就在这耗着 金刀寨的弟兄们 马上就到 喂 杀人的事我可不干 我就想从这出去 小兄弟 你是雪山派弟子吗 你为什么从山上跳下来 要不是你落在这儿 恐怕 早就粉身碎骨了 你的师父师伯 正在山下找你呢 你是不是犯了不可舍的罪行 所以轻生 你到底是忤逆了师尊 还是失手杀了同门师兄弟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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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怂恿我杀人 要不是你们自己杀一个 我看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个个都是借我杀驴 要不然 一剑一剑一剑把你们杀了 怎么样 好 小兄弟 你把我杀了 我做鬼 也不找你个麻烦 快点动手 我们还要在底下 接着打着 小兄弟 把我们都杀了也不是不可以 我们死后 你要么跳下去 要么在这儿熬着 说起来 还是摔死 更痛快一些 如果小英雄能救我一命 我们需得护他周全 不要让雪山派的人找他麻烦 小兄弟说了 他不杀人 我们也不杀 小兄弟 你把我的穴道解开 我向司徒帮主 磕头谢罪 雪山派小子 你要是信他们半句话 就是我这个下场 小兄弟 我等江湖众人 将就一诺千尽 如果我们三人 今天再动司徒帮主 一根手指头 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小兄弟 假如我今日 再动司徒帮主 半根手指头 我就死无葬身之地 小兄弟 你用剑柄 撞下我的清灵雪 打开我的六经八脉 我一定保你周全 小子 早晚有一天 你会后悔掉下来 为什么不马上摔死 好 要车一起车 免伤何气 好 我数三个数 一 二 三 咱们都是行走江湖的 怎么连一点江湖 意气都不讲啊 把玄铁令给我抢过来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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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驾 莫非是玄铁令的主人 谢阴柯先生吗 玄素装黑白双剑 江湖上都说你们剑法了得 我然名不虚传 刚才我用了九成的功力 对付你们夫妇 居然拿不下你们的兵刃 我这弹指神通的功夫 只有弹指神通就说不上了 看来还要在下十年功夫才行啊 我们夫妇 这三角猫的剑术 何止一提 这次我们来到河南 原想到摩天牙拜会尊驾的 今天得剑金面 不枉此行了 在下是雪山派弟子白万剑 见过谢老前辈 谢老前辈今日来到 亲自收回玄铁令 难道以前的话都不算数了吧 白自在 自夸武功天下敌 要我玄铁令干嘛 假仁假义 性谢的 我们输了 只能怪我们玄义不经 但是 你侮辱我们的祖师爷 威德先生 那就是你威老不尊 这个梁子 我们雪山派给你接上了 师兄 师兄 按照我的老规矩 你活着 出不去这个镇子 看在白自在的面上 让你多活几天 小的 多用冒犯 请谢前辈 恕罪 谢老前辈 请问一下 你手上那块 是否是玄铁令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如果是玄铁令的话 我觉得谢老前辈做的 就有点不对了 玄铁之令 有求必应 莫天牙 谢阎克 有何不对 我听说 谢老前辈 共有三块玄铁令牌 赠予三位 对前辈有恩的朋友 只要令牌一出 前辈就可以帮忙 做任何事 不论如何艰难凶险 谢老前辈 一定会做 我说的没错吧 不错 听说玄铁令 三枚中的两枚 已经在谢老前辈手上了 这最后一枚 应该已经被 谢老前辈收了吧 不错 这几年来 大家都在拼命地找 想叫我姓谢的 替他干一件大事 想不到 轻轻松松地 就回到我的手里 诸位 不免会失望啊 也给你们 消灾免难了 比如此人 纵然得了 玄铁令 却成了众师之地 江湖中 无人不想杀之而后快 石庄主夫妇之嫌 雪山派名声之大 尚且未能免俗 何况此人 要是无耻之徒 得到了玄铁令 要老夫自残 想我死 想我活 甚至要我自杀 若是我不想死 那岂不 违反了 有求必应 四个字吗 谢大侠 您曾发过毒誓 不管从谁的手中 接过玄铁令 您都会替他办一件事情 这枚玄铁令 是从这位小兄弟手中接过去的 怎么 他不算人吗 好 小九花 你有什么事情要求我 我去办 天下能有什么事情 难道我姓谢的 小兄弟 我是雪山派 寒梅女侠花万子 你是一个好孩子 您让这位老伯伯 把玄铁令拿出来 交给我们雪山派如何 我寻寻觅觅 找死牧下的故乡 我似梦似心 吹个笑页 在荡漾 不知不觉 沉边有老 善良的姑娘 懵懂的少年 一律一律的阳光 你说我笑 一江一湖的过往 你谁的容颜 也比不上 放平安响 谁的背影 有着冷静的惆怅 我天涯风 烈烈落叶的 飘扬 鸟鸟 鸟与花香 也有一人冰暖的书妆 好风流绿 江湖自古 藏心回潮 有缘有泪 伴随凌冽的 剑影刀光 全花盛世 开心不是热闹 一场 谁的眼中 会有闪烁 沐浮云的泪光 幸福又安 有人生般的道路 最长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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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生般 有福 听人公子 有福 没错 没错 有福 没有 永远 荣 有福 一